我想娶你当新娘,你却想当我后妈? 他叫老江,曾是名职业摔跤选手。 妻子过世后,老江一心栽培儿子阿雄, 希望将儿子培养成国家摔跤选手。 儿子阿雄不负所望,屡屡在赛事中摘得金牌。 自从丧妻后,老江再没和女人交往过, 一门心思全都放在了儿子的摔跤事业上。 老友每次给他相亲,老江都总说自己只想和儿子一起生活一辈子。 可在儿子阿雄的心里,有一个人和老爸一样重要, 这人便是他亲密竹马的朋友,家荣。 阿雄喜欢家荣好多年了,可一直都没说出口。 这天,家荣忽然约阿雄出去玩,还说有话要对他讲。 阿雄暗自窃喜,这是要跟自己告白的节奏啊。 干脆趁此时机,阿雄打算挑明自己的爱意。 然而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,家荣脱口而出的居然是想做阿雄的后妈。 原来这些年,家荣喜欢的竟然是阿雄那个不成器的老爸。 阿雄崩溃了,到嘴边的告白硬生生咽了下去。 他实在是想不明白,正值青春年华的一个少女,怎么会喜欢他爸那样一个哪里邋遢的大叔。 从那天开始,阿雄的心里就憋着小粗坛子。 每次看到家荣夸赞自己老爸,他就恨不得一头装豆腐上算了。 还不止,家荣还说明年就要和他爸结婚。 阿雄叫嚣着,家荣肯定是疯了,还说那根本不是爱。 身为儿子,他比谁都了解自己老爸。 自从不再摔跤后,老爸开了家体育馆,可馆内的客人大多都是些来减肥的中年妇女。 在阿雄心里,老爸就是个挂满一身汗,停着个啤酒度,教中年女人跳广场舞的油腻大叔。 怎么会有姑娘喜欢这样的男人? 阿雄实在不解。 可家荣却极为认真的罗列了各项老江的优点。 什么爱干净,既成熟又少年等等乱七八糟的。 最重要的是,他在老江的身上看见了爱情的光。 魂言,阿雄的心里更是毒的晃。 这还不算,家荣还要去他家的体育馆,说是要学习摔跤来减肥。 什么减肥,压根就是暗度陈仓。 果然,自从进了体育馆后,家荣就以训练为由,接近老江。 每次都恨不得贴身上贴死死的,阿雄当然不会放任不管。 所幸,他亲自上阵叫家荣,也免得他找机会接近他爸。 可盯得了一时,盯不了一世。 家荣是个滑头,每次都会找各种机会和大叔单独在一起。 每次见着家荣和自己老爸亲密相处的画面,阿雄都只能拿管内的假人发泄醋意。 为了让家荣彻底杜绝幻想,阿雄可谓绞尽脑汁。 他先是唆使奶奶劝老爸再婚,可老爸固执得很,和相亲对象见完面后各种挑毛病,说什么下次也不去了。 阿雄又故意让家荣穿成老爸不喜欢的风格,甚至还想将家荣喜欢他爸的事告诉他父母,无奈却被家荣阻止。 最后,阿雄又想唆使老爸出去旅游,可老爸满门心思都在儿子的摔跤事业上,说啥也不离开儿子。 没辙了,阿雄开始放大招,他将母亲生前的录像带放给家荣看,那是老爸老妈相爱的最好证据。 他想借此告诉家荣,即便如今母亲走了,他们家也没有别的女人插足的余地。 然而万万没想到的是,这番话居然起了反效果。 在家荣看来,老江已经寂寞了这么久,是时候填补内心的空缺了。 于是一个晚上,家荣去体育馆接老江回家,路上便忍不住滚了老江。 老江这才明白为什么家荣最近这么奇怪。 面对家荣赤裸裸的真情告白,老江尴尬极了。 毕竟对方比自己小了二十来岁,而且还是儿子喜欢的女人。 老江明确地告诉家荣,今晚的事他会当作没发生过,也希望家荣断了这份心思。 然而,家荣也是个固执的,还是各种找机会靠近大叔。 比如从大叔的牛奶上贴着红色小星星,比如借他好叫摔跤靠近老江等等,而且还是当着阿雄的面。 为了不让儿子误会,老江先是各种躲着,然后又找借口让家荣别再来体育馆了。 最后还假装和三天对象打得热络,希望家荣知难而退。 然而,家荣没退缩,儿子阿雄却招架不住了,甚至位置影响到了即将到来的摔跤比赛。 赛前选拔上,阿雄没能通过体重测试,老江在体育馆内各种都从儿子减肥,可阿雄却罕见地对老爸发了脾气。 好不容易讲下肥能参赛后,阿雄又对老爸挨搭不理的。 老江看出儿子的心思了,训练前日,他想和儿子聊聊,阿雄情绪低落,欲言幼稚,最后只说不想去训练了。 老江顿时生气了,为了儿子能参加这次的训练,他省吃俭用,就只望儿子实现梦想,怎么能说不去就不去了。 见老爸生气了,阿雄也没再说话,只是叮嘱老爸他出去训练的这些日子,老爸一个人在家要照顾好自己,尤其要小心女人。 就这样,阿雄训练去了,家里空落落的只剩老江一个人,平常儿子在家时,老江还会准备些饭菜。 可儿子这一走,老爸就随便对付了三餐,结果闹出了蓝尾炎。 亏得被家荣及时发现,送去了医院。 手术后,老江似乎梦见了过世的妻子,妻子告诉他,曾经的他拥有梦想,自信阳光。 现在的他为儿子操劳心神,却失去了自己,可他们的儿子已经长大了,老江也该去寻找自己的人生了。 老江却说,世上的事情就是这样,如今儿子的梦想就是他的梦想。 说着说着,老江的眼角滑下一行泪,等醒来后,坐在身边的却是家荣。 更聪巧的是,给老爸做手术的医生,就是和他相亲了两次的女人。 两个女人都喜欢这个大叔,所谓情敌相见,分外眼红。 于是两个女人在病房里就掐起了嘴炮。 情敌的出现并没有让家荣至难而退。 一个晚上,家荣父母都不在家,保险丝又那么巧得刚好断了。 家荣便趁机让老江帮自己修理电路。 孤男寡女相处时,家荣放了老江最喜欢的音乐,趁机再次深情告白。 家荣的青春与坚持,让老江想到了自己年轻的时候。 那时候,他是个优秀的摔跤手,曾怀揣梦想,曾坚持自我。 在家荣的鼓励下,老江终于有勇气,追求年轻时候的梦想。 他重拾运动器材,开始了每日每夜的训练。 另一边,儿子阿雄叫他电话,知道是家荣一直在照顾老爸,顿时不爽了。 于是训练时各种分心,在预选赛上甚至落了下风。 没拿到金牌,阿雄很失落,老江更失落,父子俩还为此吵了一架。 老江罕见地哭了出来,自从妻子走后,他的人生只为儿子而活。 他最大的梦想,就是成为奥运金牌得主的父亲。 可是如今,他不知道该怎么跟儿子相处了,甚至不知道让儿子选择摔跤这条路是否正确。 这个晚上,老江喝得大醉,家荣送得回家。 路上,见老江情绪不对,家荣主动提出不再求缠了。 如果他的喜欢对老江而言是种折磨,他宁愿停下来。 老江笑笑安慰家荣,没关系,每个人都是这么长大的。 雨下大了,老江给家荣披了件外套,没成想这一幕,刚好被儿子看见了。 阿雄误以为老爸和家荣有什么,心底激烈的多热的粗毯子终于翻了。 于是比赛当日,阿雄化备份为力量,三两招就撂倒了对手。 然而老江却看得出儿子状态不对。 晚上一家人聚在一起为阿雄庆功,阿雄喝得烂醉,当众嘲讽起了老爸。 老爸听出了儿子的言下之意,脸上已经挂不住了,替儿子清醒清醒,明天还要决赛。 可阿雄还不罢休,当着众人的面,甚至拆穿了家荣喜欢老爸的事。 这下,所有人都炸了窝。 家荣的父亲就着老江闹事,老江却不知该如何解释。 一日,摔跤比赛的决赛即将开始,阿雄却姗姗来迟。 老江看出儿子不在状态,果然比赛时,阿雄落了下风。 中场休息时,老江告诉儿子,事情不是他想的那样,等比赛结束后,他会好好解释清楚的。 可阿雄却和老爸杠上了,不仅是家荣的事,还有摔跤。 在阿雄看来,他是因为老爸喜欢摔跤,才去学了摔跤。 是因为老爸想拿金牌,他才拼了命的比赛。 可老爸呢,不论是对家荣,还是对摔跤,老爸从来没供过自己。 老爸一直都是那样自以为是,自以为是的将他的人生强加在自己身上。 终于,积攒的不满爆发出来了。 阿雄与老爸如同摔跤选手一样,死死缠住对方。 就像他们按十多年来的纠缠一样。 在与儿子的缠绕中,老江仿佛看见了多年前的自己。 那时候,妻子刚刚去世,身为单亲爸爸,他还不知道该如何抚养儿子。 但那时候,年幼的儿子已经很懂事了。 儿子并没有那么喜欢摔跤,但为了能和父亲一起,还是将摔跤定为了终身事业。 那时候,老江亲手教儿子摔跤的动作,儿子的笑声是那样的灿烂。 想起那段记忆,老江不禁松开了手。 是啊,或许儿子说的没错,是他这个做父亲的从来没体会过儿子的心意。 是他完全将自己的人生放在了儿子身上,却在不自觉中失去了自我。 阿雄将老爸摔倒在地,老江随之握住了儿子的手,嘴里不住地说着对不起。 而身后的阿雄早已泪流满面。 相互纠缠后,父子俩终于释怀,开始学会彼此关心。 父亲会把阿雄准备温热的饭菜,阿雄也会将父亲凉了的饭菜和自己的调换过来。 还让父亲穿自己的鞋子,戴自己的帽子。 父子俩互相感谢着对方,这些年,有对方在,真好。 而家荣也准备出国读书了,这对父子他谁都不想伤害。 电影的最后,老江不再意没心思抓着儿子的人生, 而是学会过自己的生活,去海边玩耍,去和女医生相亲。 阿雄也开始独自走上赛场,开始独自面对未来的路, 都说无仇不成父子,无冤不成夫妻。 阿雄爱着父亲,可又怨着父亲,他可以为了父亲的梦想而努力, 却不希望父亲将自己当作人生的筹码孤注一掷。 不论多么亲密的关系,都应保留自己的人生, 太自私固然不好,可太无私有时候也是种压力,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轨迹, 我们不需要为任何人而活着, 最好的付出是活出自己的样子, 最好的爱是在身后的苦生支持。